網路上的朋友們大家好 今天向各位介紹的是三款自拍桿 第一款是KIM MINI 5 這款自拍桿有一個好處 雲台結構做得蠻好的 蠻好的原因是有一個旋鈕 旋鈕轉開了之後是一個三向雲台 然後固定之後是非常牢靠的 再來的話是它這個管身是有做凹槽的 各位可以看得到嗎 這裡有一個凹槽 前後都有凹槽 這凹槽的話可以確保這管子跟管子之間 伸縮管之間的話不會相對移動 不會有相對轉動的情況 所以說你這自拍桿在使用的時候 不管你這相機怎麼轉 怎麼扭 它都可以非常的穩定 好 那各位可以想 以為說 這自拍桿的話不就是要穩定嗎 不就是不會轉動嗎 但是偏偏有一款產品的話 那設置就不是很好 這款產品的話就是那個Transview Transview 這款產品的話是使用上有什麼問題 就是說 當我們把它鎖上了相機之後的話 我會發現一件事情 這在鎖上了之後的話 它這管子是會轉動的 各位有沒有看到 因為它的管身的話是沒有做凹槽的設計 所以它管子跟管子之間是會轉動 所以你只能夠呢 把相機擺的水平的方向拍 但你把它轉成直的時候 它就會一直轉 一直轉 會傾倒 你把它擺斜的沒辦法 它會轉成很直的 它就這樣一直轉 不停的轉動 不停的轉動 所以你在拍攝的時候是非常不穩定的 這是這一支的缺點 我覺得這設計上有些瑕疵 好 那第三支的話 是X-Shot 2.0 這是我第一支使用的那個自拍桿 我覺得它有一些設計都是非常精良的 包含了它這雲台的設計 在鎖上或是卸下的時候都非常快速 然後它這個地方的話 對於水平的話 是有另外一個旋鈕 控制這個方向的轉動 好 那我們固定好了以後呢 它跟第一款KIM Mini-5 一樣它有做凹槽設計 也就是它管子之間的話 是沒有辦法轉動的 好 沒有辦法轉動的時候呢 我們拍橫的 或是拍直的 都非常的穩定 它不會一直轉 轉動它是非常困難的 好 那這以上的話就是三款 好 自拍桿好的介紹 好 謝謝各位 好 謝謝